今天呢,我們來到加州Mayford機場 Mayford機場在Sacomento的旁邊 那這一棟呢,就是有名的唐榮飛行學校 這棟目前為止,裡面仍然不太開放攝影 所以只能照面照 當然我們可以來參觀 已經獲准來參觀了 但是裡面仍然不方便對外開放 這是他們的飛機 他們的停機坪 也都可以住在停機裡面,幸福的 然後飛機呢,負責維修的呢 之前長榮在台灣 噴射機的維修機師過來 這些都是他們的飛機 剛剛機師大哥講,這兩架飛機已經快要到2000小時 然後長榮就直接把引擎換掉 而不是做引擎大修 然後這邊這幾架都是 就是 由於公司的 航空公司的策略 所以飛機內部其實也不方便開放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機場 他們就是最大的一個FBO FBO在這裡 最大FBO 那旁邊就是他們的教官跟學生所在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DA42 他們雙運行的飛機 每架飛機都非常乾淨 當然不像我們一般的飛機看到 很容易油漬啊,很吸引為常 每架飛機都乾乾淨淨的 上上下下裡裡外外 常常用噴射機的標準來看這些飛機 我們剛剛有跟長榮的人談過 有關於2017年的招生情況 我看起來不是很樂觀 他們內部可能對這些 還有一些事情需要進行討論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喔